今天我们一起来煎鸳鸯细水 正方向纸张对折 再对折一次 我们先画出图案 这是鸳鸯的怪 这是嘴巴 这里是他的身体 他的关下方呢 我们来记个帽子 然后这里就是尾巴了 这是身体 把他的眼睛画出来 这是月牙味 这里再来一个月牙味 这个位置是他胸前的羽毛 要剪毛刺 这是他的翅膀 那么鸳鸯下方这个地方 用很细的线条 来表示数多人 这里来两条线 波浪线 做水波纹 我把需要剪掉的位置 用阴影调化出来 这里是需要剪掉的 包括这里的地方 也需要剪掉 身上的水波纹要剪掉 这些都要剪掉 那么外轮廓 也是要剪掉的 这样图案就完成了 我一个人需要剪掉的